又一个下来快点 抢救生命十万火急 消防人员从火场里救出民众 赶紧送往医院抢救 28日凌晨12点多 半桥移动救时公寓 传出爆炸声 三楼冒出火焰 有一名住户先行逃出 那烧荡伤送医 那另外我们在屋内发现 三名欧卡患者 两名抢救下来以后 分别送往双核及亚通医院 那另外一名是明显的交失 经销发现火警现场 隔了六间的出租套房 一名原姓房客明显死亡 一对欧卡男女送医后 恢复呼吸心跳 还有一名房客轻伤 其余两名房客都幸运躲过一劫 这请火警造成一死三伤 受伤的民众上午回到现场 我还好就处被烧伤这样 现在是回来要 对啊 找找看里面有没有东西 没有被烧掉的东西啊这样 死里逃生最感谢的 就是隔壁邻居的帮忙 大家在喊气爆 我第一个冲出来就是 看到有人 往下爬窗户要跳 我说叫他不要跳不要跳 赶快去找爬梯拉梯 上去救 透过监视器画面看到 爆炸发生前一刻 还有人在机车上聊天 忽然发生气爆 窗户掉下来 还差点被砸中 大家纷纷往上看 坚硬有为的邻居 立刻抓起灭火器就往上冲 而爆炸原因 火调人员抵达现场 同时搜证要查个清楚 同样在板桥前一晚 一间电缆工厂 窜出大火 猛烈火势立刻延烧 近三百名消防员 抢救三个多小时 才将火势控制住 铁皮肤里面几乎都全毁掉了 可能很严重 大概差不多九户 现在了解说 受灾户大概有多少户 然后我们要进行就是关怀 慈激志工到场关怀 也提供辛苦的锦销人员 茶水跟水果 索性这场大火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大家喜欢健康的音中 台北报道